美国科技股重挫 难道没有耶诞行情了吗 有期待就有伤害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平均 欢迎季老师 平均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美国科技股重挫 台股在周五开盘的时候也是大跌 现在手中有的持股 是不是都应该要卖了 我觉得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 我们看到说台股出现大跌 那一方面也是在反映说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美国开了经济数据 对GDP 对GDP 那我们等一下 就会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析 到底我们现在股票要爆还是要卖 但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礼拜五的时候 台股走法虽然是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收缴 可是因为外资在放假 所以成交量能也没有出来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用礼拜五的行情 就去判断说 到底接下来行情会继续跌 还是继续涨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整个经济的逻辑上去做判断 那么整个经济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析过 就是在市场的预期 跟联总会的预期中间有落差 对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 那既然它背道而驰 那就代表一定要收敛 总有一天要收敛 谁向谁收敛的差别而已 那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开出来这个GDP 美国第三季的GDP的中值 开出来是3.2% 比市场预期的2.9%还要高 那这件事情蛮让人意外的 因为我在其他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GDP有分三次公布 那第二次公布跟第三次公布 一次是修正值 一次是中值 就是最后确定的那个值 那后面这两次的数字 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可是在开出来 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居然 这个中值比修正值还要高了0.3% 这让市场想到联组会 会不会继续保持鹰派 所以代表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谈的说预期收敛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这张图就是OAS的预测利率 我们可以看得到市场预期明年5月大概利率就会来到高点 但是联组会告诉我们利率的高点要超过5% 市场预期多少4.9% 联组会讲的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更硬派 是有落差 有落差但是市场不相信 而且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市场认为在2023年的下半年联组会就要降息 降量嘛 大家可以看到嘛 那个是往下降嘛 认为2023年底的利率是4.42% 可是联组会告诉我们什么 后年 2023年不降息 后年再来说 所以这就变成了 你的这个预期要不要去做收敛 那收敛的过程里面对于股价 对于资产的价格就会带来压力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析的部分是 其实市场上面一方面它有一个感觉 它不相信联组会 它觉得联组会都在讲一些乱七八糟的 都是讲一些只是来吓吓投资朋友的 那些经济预测那些点阵图根本就只是参考用了 它压根不信 可是当今天任何的经济数据一出来以后 市场又很害怕说联组会会不会真的隐害起来 口闲体正直 那身体就很害怕 身体很诚实 我嘴巴上面很硬说我根本就不怕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可是当联组会真的要揍人的时候 市场散的就超级快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的预期跟联组会 没有收敛的情况之下 在未来一段时间 只要每一次的经济数据出来 偏向联组会 支持联组会要去做更强硬的货币紧收政策的话 那股市就还有下跌的压力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现在市场一片乐观 市场的预期是在最完美的情况之下 所带来的预期 就是认为明年通膨会大幅滑落 经济又不会严重衰退 可是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trouble的话 股市就会下跌 那股市一定还有修正空间 所以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能懂 那么我们其实在分析这个逻辑大概早在两个礼拜以前 三个礼拜以前就已经拿出来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们也是带实际上面的会员朋友操作 12月初我们就开始放空了 我们先空台子 我们在11月30号的时候就先放空 而且只要反弹上来我们就是加空 一路加空了 我们在14千点之上 14千七百点之上 我们就是不断的加空单 一直加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稍微获利调节一下 因为台股大点 那么再来我们不只做台股 我们既然看美国的股市 看联总会 我们当然连美股都要一起空 那美股放空有人会说 我融卷融不到 没关系 我们还有其他商品能做 我们去买反一 买反向型的商品 我们在12月6号的时候 也就是12月的上半个月 我们一样买了一些美股的空单 在礼拜五礼拜四的时候 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又破底 重挫 一度大跌3.7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看到了纳斯达克的这档反一 在礼拜五的台股上面 ETF码创新高 那我们也就顺势获利了结一下 最后还有什么 我说过了 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是不断加空单 所以我们有一些会员朋友 我们也带他做期货的操作 我们在14720点以上 我们就开始放空 这是12月7号的事情 只要反弹上来就是空 空到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也稍微做一点获利了结的动作 大概一口也是赚个500点以上 那一口大台一点是200元 所以我们做空一口我们就能赚10万 做空三口就能赚30万 那我们讲这些东西是要讲什么 表达我们从12月初一直到礼拜五 这之前我们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对没错 就是一路的我们认为股市都有压力 那这个压力的来源 就是我们在节目最一开始跟大家讲的 市场的预期跟联准会脱钩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陆续的把这些已经有一些获利的部位分批了结 也算是给我们会员朋友带一个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圣诞节要到了 那一般的投资朋友的话 我认为就算你没有跟着我们操作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其实你应该早就知道 我们在12月初的时候 就认为整个12月份都是空房时间 对没错 那现在是接下来很快要面临圣诞节了 也不是面临我们周末的时候 就是圣诞节 所以一样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不管这段时间你的操作好还是坏 我们圣诞节过后会有新的一波行情 那我们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重点是要放在未来的行情要怎么操作 所以我认为以目前纳斯达克 以美股的状况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市场跟联总会的预期落差 所以说会反映在利率上面 那对于利率最敏感的就是科技股 那科技股如果对利率敏感的话 是不是卖压就会比较重 因此我们看到了从上个礼拜的 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 虽然感觉好像收了一根脚上去 可是在盘中的时候 已经跌破了支撑跌破的颈线 所以我认为整个美国的科技股的压力 也还没消化完毕 台股的位置又相对的比较高档一点 所以只要在接下来 不论是美股还是台股 只要有反弹 我们都还是建议投资朋友先站在卖方 毕竟整个12月份都还是空方时间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更后面1月2月 还有明年上半年的行情的话 我们都会把这些观点 放在我们的群书里面 如果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都可以进来看看哦 谢谢季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就叫老师Lite跟Tagrin哦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